港股有高位跌了下来,仿刺入红 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请了OptionJer Jer 和我们做一个深入的分析 我们看到港股有机会进入红市 我们就想问一下你 你看港股是否已经进入红市 以及你会去看哪些指标去看港股是否已经进入红市 其实在2月初,记得2月2号和2月5号 有3万3千左右跌下来 其实我记得已经分享过 现在是进入红市的初期 不过这个红市的初期是反复了很久 反复到6月份才跌得比较强 如果红市初期不断去做大仓 做Long Put 或者Sock Call的话 其实败价也挺跟着 为什么会在今年3万3千 怎么跌下来的那一阵是红市初期的 主要是那个息楼出在哪里呢 出在1月份的那个升势 2017年的升势都很明显 升了升了一跌 2018年1月初的那个升势 其实主要是基础普大代和基础 港股是联升14天、14天 接着又联升4天再联 回那一层回得很急 通常这些急升急回就是一个红市的精神 好啊 其实如果是看那个调整深度来看 如果真的进入了红市的话 其实你会看那个调整深度有多深呢 我们可以看回以前那些 一般技术性的那些分析就说跌两成就叫做红市了 那现在港股跌到这个水平呢 其实都没够两成的 你跌到两万七千点才叫做两成的 你那些好仓已经是输得很厉害的 尤其是在杠杠市还是平均的 那你股票投资人呢 就可以用这些什么两成的 但是我们做高光调整的话呢 是可以说跌两成才叫红市才有红市 那如果调整的话 你可以看回2007年到2008年那个红市 金融体市的那次 那次呢 那次呢 2007年的高位 3万2呢 跌到1万呢 这个就比较夸张一点 因为这些外园的因素呢 就是跌足了六成多 那我看回近一点点 2011年 2011年叫做1万6的 大概是三成至四成左右 那2015年的大时代呢 我再看一下 2015年的大时代呢 也都是跌了三成至四成的 那跌到最低是1万8千多 最高位2万5千 所以我们其实很难说 每一次的红市的幅度大 大概是多少的 但是我估计呢 如果真的这一次是红市 那当然了 机会不是8成至8成 可能是7成之 它反弹之后 它的终极位呢 最低 应该跌穿2万5千 大概是这些位置 如果比较乐观一点 可能叫做2万6千多 已经是结束了 这一次就是 这一次都没有 这时候就是2万5千 那如果在一个红市之中 其权交易的打法 其实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模式 可以去看的呢 那如果红市呢 在其权基本四成 或者一种四成 或者一种四成 创始中呢 第一种策略 是最弱的 就是红市了 因为你红市的话 赚有限 而且隐心波纲 其实是会高的 所以你红市来计算 就算赚了个幅度 但是呢 都是赚成数 然后输了 最弱的就是 红市 我们看回六月份的跌幅 叫做 叫做 叫做熊市二期 二期跌幅 那其实呢 我们很多股份 甚至指数 都有10倍到 到三四十倍的利用 如果是红市的话 如果是红市的话 我们看回2008 2011 甚至2015 之后 就是2016 初的那个 红市末期 那么现在 你当红市末期的 那么最屈的 一定是做 好 那么如果是 我们做 即是做 那其实看 那个个股 其实你会觉得 是哪一类型的 或者哪一种股份 去做 一个 或者怎么做 会比较好些呢 怎样做呢 一定要睡着 那我们已经体会到 虽然二月初 真是已经做人 罪人了 但是呢 它反复了四个月 你的红市是连续输四个月的 就是你连 二月份 三月份 四月份 五月份 可能都是输十个月 那六月份 才有大点数 那么很多人呢 就连买三个月红市 去到六月份 算了不买了 或者赚了少少 赚了两三倍 就走了 那变了都是输算的 因为你是 真是大倍数的时候 你不够遮掩益 你之前的那些 那些 那些 亏损 还有我们怎么选择 行使价呢 行使价我们选择 最近的那个 当月 当月的高光是最大的 如果你说 没什么信心买 当然买下个月 也没有数 现在七月份 可能是第三期的 第三期未开始 那你可以买些八月份 可以买些八月份 可以买些 而且要分时间做 不要说一天摆完 如果不是你输算 是非常少 另外来说 在这个部署方面 有什么是特别去留意 其实是要提防的 你会觉得 提防呢 我们其实应该有教育 在三四五月份 一个反复市 你一去分处做 努力 其实全部亏损 所以就算是熊市的话 你的注码都是小的 如果是新手的话 可能你的注码 一定会更加小的 其实我不管你做 short call 不过你又做一些short call 要你cover 那些努力的亏损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每次都做 short call 连续书三个月的话 你第四个月 就会买不少 这个其实注码的 控制非常重要 那你short call 譬如你short call 一万元 或者用short call 的浮动 利润 才去做 一万元 这个是一个方法 好 谢谢 帅长你 另外我们看到很多观众 都会拿着股份 如果他们真的拿着股份 其实他们又不想沽 其实在对冲策略方面 可以怎样对冲呢 如果是用期权来做的话 以历史的经验 告诉他们 很多人都是 刚刚从市一期月前 是捨得了股份 通常都去到第三期 才去支付 或者不够钱 如果是做孖展 可能通常都不够钱 如果不做孖展 通常都在 上市三期之后的 牛市一期反弹 他都是输少些 卖掉他的情况 当然 你说要对冲的话 我其实觉得 最好的方法 都是减资的 并不是说 你去用团圈对冲 你不知道对冲到什么时候 因为什么时候 才会走第三年 就是最后一年 有可能拖到一年 从今年二月份开始 有可能 他走到明年二月 红仙的结束 或者最快九个月 同时 2015年 到2016年 属于是红仙最快的一段 前后大概九个月 这次不知道会走很久 当然要看美国股票市场 因为美国股票市场 现在还在升 没什么情况 反而这件事 他更加担心 就是说 如果美国股票市场都跌的话 那股票就跌了 所以这个就要比较 和对冲方面 你可能很难去 五个月去对冲 你可能只能买回 九月份 或者做一些 cover call 其实最好的 优先策略 都是减持 好 好 那听完卓sir的分析之后 相信大家对整体 熊市的策略 如何部署 会有更深的了解 我们回来啦